繼續來看有一個西班牙的男人 他在意大利財犯作車詞騙案 這件事最沒有代表10月 因為他早上出境去讓國際行政組織 在做紅色統隊對象 之前團出這個財犯 走來臺灣 而且時間已經有五年了 他在臺灣開餐廳跟開公司 不然移民宿舍已經統治他要告案 說明 而且就違反出執國跟移民發的規定 要求他就要反擊力競 這件事出境這條無關是小流球 要和雅琪四個都流浪發的賞品 看起來像一般外交金屬來臺路由 少後要出新婚得出 這名西班牙姐的男人 奧納得是國際行政組織 紅色統隊對象 以民宿十三統帝 他告案說不定能夠要求反擊力競 設犯重大犯罪這事實 恐有危害我國利益 以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餘 影響社會安定 以構成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十八條 第一項第十三款規定 得禁止入國的情形 依統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規定 得予以強制驅逐出國 或限定出國 奧納得審平在意大利 環下起車組織詐騙案 今天打過10票代表 4月後他出境 將在台灣已經5年 馬經常參與館 外交公司 美國19年 西班牙尾鐵也不報道 作車組織案付出錢 奧納得在台灣開公司 一直到最近 加風批出新婚 独現台灣的外交困境 現在沒有西班牙或意大利 有司法付出的這樣協定 第二個是 因為我們沒有參加國際行李組織 所以對於這些在國際上 流傳的是犯罪犯 我們沒辦法去掌握它 不過因為奧納得在台灣 有萬五比生年假期 以民宿給他安排照顧時間 不過夏政委 要求怎麼出境的理由 也可能因為欠 更加確實的司法意義 要求強強要造成其他問題 政府在參與國際組織的法廷 要更加強 記者總括部